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我是真有事才没去的 我蹭了一下站起来 身上那件洁白的婚纱让他愣了两秒钟 你到底能有多忙 连自己结婚的大日子都能忘 他曾在我爸的病榻前许诺给我一个家 于是我就这么苦苦守候着 回过神来时 他眼里全是掩不住的疲倦 转身走时抛下一句 你可不可以别这么胡搅蛮缠 心像被谁狠狠攥住 痛得我几乎窒息 那个曾经小心翼翼把我捧在手心的人 仿佛已经不是他了 从何时开始 他变得如此陌生 或许是从苏默默离开的那天起吧 我淡淡地说出几个字 我去给苏默默抵命 行吗 这话让他的脚步戛然而止 木火在空气中被点燃 轰然炸开 他转过身 狠狠一巴掌将我打倒在地 手指颤抖地指着我 你没资格提他的名 随即跪倒在地 无脸痛哭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这句如同在我心上狠狠插了一刀 五年了 我们彼此折磨 整整五年 他掐住我的脖子 眼中的爱意早被怒火吞噬 别以为你死了 他就能活过来 我费力地挤出几个字 那你干嘛不让我死呢 沈青岩用力将我甩在地上 我要你活着 为他赎罪 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 与记忆中那个少年的身影再无半点焦急 他离开之后就没再出现 就像在人间突然消失了一样 我常常坐着 发呆 想啊想 特别是想起我们初次相见的场景 他两手插在口袋里 把书包往座位上一丢 然后礼貌又带着点害羞地伸出他的手 下晚同学 我叫沈青岩 请多关照哦 他趴在桌子上打盹 醒来就晃着我的胳膊 要求我帮他补习 体育课上受了伤 二话不说 背起我就往衣物时冲 那些曾经美好的回忆 现在却变成了一把把刺向我的刀 苦涩和铁锈的味道混在一起 让我心里翻江倒海 只想吐 我痛得在地上打滚 直到接到了燕青的电话 嫂子 青岩她喝醉了 抱着默默的墓碑不肯放手 你快来劝劝吧 我抬头一看日历 7月16号 是苏默默的忌日 外面的天阴沉得让人喘不过气 眼看就要下雨了 周围人都在拉 却被她统统甩开 她贴在石碑上 泪水从石碑上流下来 迷恋地摸着石碑上的照片 当初明明有机会就吓默默的 死得怎么不是她 就因为她的任性 默默离开了 我这辈子就是要折磨她 不让她好过 我站在不远处浑身血液都凝固了 疼得呼吸不上来 当年我和苏默默一同被绑架 绑匪要她在我二人之间做出选择 那刀就贴着我的脖子 血顺着伤口流下来 沈大少 想好就谁了吗 不要 就在她愣神的两秒 苏默默心灰意冷地纵身一跃 她扑过去 要不是我死死拉住 她恐怕也已经下去了 起初她抱着我哭着求我 我这辈子就只有你了 晚晚你可不要有事 不让我离开半步 我拉着她的说 承诺这辈子都不会离开的 苏默默的离世给苏家人带来沉痛的打击 沈家也自觉对不起苏默默 沈青岩便日复一日地去赔罪 请求他们的原谅 愧疚害怕让她每夜都无法入眠 我心疼不已 便跪着求苏家原谅 他们将丧女之痛撒在我的身上 我每日都拖着一身 伤不敢回去 怕她知道了又该难过自责了 我答应苏家 十年后我便让苏默默回来 兴许是我的真诚感动了他们 又或许是我的一纸承诺 他们总算不再怪罪沈青岩了 我很开心 想着这十年 我会加倍珍惜跟她在一起的日子 没有人怪罪沈青岩了 在漫长的日子里 人都需要活下去的理由 于是她将苏默默的死 怪在我的头上 她肆无忌惮地折磨我 因为她知道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她 除非我死 我的到来 所有人都噤声 燕青推了把沈青岩 嫂子 既然你来了 沈哥就交给你了 沈青岩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拽着我来到苏默默的墓碑前 跪下去 这是你欠她的 我没动作 只是盯着墓碑上笑脸如花的苏默默 她在嘲笑我的自不量力 正如当年她比完赛 看到沈青岩拉着我 她审视地打量我 随即笑意从尺尖溢出 你的品味什么时候这么 沈青岩下意识就掐住她的胳膊 她却疼得皱起眉头说下去 对不起啊 不过你回家让你妈妈教你打扮打扮 这个样子有点 她的话没有说完 却像把锤子重重地敲击在我的心里 小时候母亲就跟别人跑了 我和父亲奶奶相依为命 从小到大 大家都瞧不起我说 我爸是窝 难费 老婆都跟别人跑了 而我是没妈要的野孩子 这是我此生最不愿意被人掀起的伤疤 是沈青岩挽住我的肩膀 我就喜欢晚晚这样子 别人我看都不会看一眼 她少年无畏 认定了什么就非她不可 张扬肆意地爱 巴布的所有人都知道 沈青岩恼了 她踹在我的膝盖上 没有留情 我吃痛倒在了地上 燕青来拉我 被她拦住 就让她在这里给默默赔罪 后面她挠挠头跟我道歉 说苏默默心直口快 不过没有恶意 或许从那个时候 我就该明白了 灰姑娘与白马王子的故事 只在童话里 她带着那帮人浩浩荡荡地离开 唯独留下两个保镖 看着我 燕青有些不忍 快下雨了 要不还是 才能让她长记性 我猛地抬头 对上她冰冷的毛子 原来她都记得 高三晚自习天 突然下起了大雨 教室突然停电 漆黑的教室 闪电划破唧唧喳喳的吵闹声 将教室瞬间点亮 我害怕得浑身发抖 沈青岩察觉到我的异常 将我抱在怀里摸摸头 戏谑道 天不怕地不怕的班长 也会怕下雨打雷 那是我第一次被人保护 强劲有力的心跳声 在那天给了我莫大的安全感 后来我告诉她 我这辈子最讨厌下雨 因为每一次大雨 都会将我最珍贵的东西带走 小时候 妈妈拖着行李头也不回的 冲进雨幕 深深刻在我幼小的心里 奶奶下葬的那天 也下了好大好大的雨 山路崎岖不平 我哭着摔了好几次 分不清脸上是泪还是雨 爸爸走的那天 那雨更是不要钱地往下抖 直到雨水砸在我的脸上 模糊了前方的视线 看不清楚 又仿佛都看到 奶奶坐在院子的摇椅里 瞇着眼睛朝我招手 妈妈牵着爸爸的手 冲着我笑 我刚想跑过去 就被沈青岩拉住 她喘着气问我 你怎么不等等我 我差点就找不到你了 我醒来的时候 捂着发酸的脑袋 沈青岩难得在家里 望着我身边摆好的行李 皱起眉头压低声音 见好就收 别太给脸 我站起身 将精致的丝绒盒子递给她 她打开一看 一枚戒指熠熠生辉 这是毕业后 我俩亲手做的 还刻着我俩名字的专属戒指 那时候她半跪着 举起这枚戒指的手抖得厉害 话也说不清楚 美丽的夏 夏丸女士 你愿意嫁 给沈青岩先生吗 我伸出手 我愿意 她颤抖着好几次 才将戒指戴上去 抱着我宣誓 戴了我的戒指 就是我的人了 可不许跑了 我沈青岩 无论生老病死 贫穷富贵 都会爱下晚一辈子 那时候不懂 现在觉得 一辈子好短了 仿佛能忘到头 沈青岩脸色一变 将戒指摔在地上 你别逼我 放过我吧 也放过你 我是真的累了 不想爱了 也爱不起 休想 可是我们两个之间 再也没有了爱 又何必苦苦纠缠 苏默默是为你死的 这是你欠她的 也是你欠我的 我心中觉得好笑 沈青岩 苏默默是因为你死的 不是我 这么多年 她将苏默默的死 追究到我身上 可是 当年的绑匪 分明就是冲着她来的 当年苏默默让人将我绑起来 给我打了个赌 她说 以十年为期限 如果我死了 你猜沈青岩还会不会爱你 我不想跟她赌 可苏默默早已对爱的沈青岩 走火入魔了 听不进去 我也从未想过 她真的很下心来赴死 沈青岩不可置信地望着我 你如今真是什么借口都想得出来 她摔门而去 却派人将房子围得水泄不通 我被囚禁在了这里 与外界断了一切联系 以前脑子里心里装的都是沈青岩 突然放空下来 我倒是想明白了许多事情 苦苦支撑着我的那根柱子 突然倒塌了 一时间我变得很累 迷茫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B 编号001启动灵魂自毁装置 死亡愿望是复活沈青岩的青梅 复活的限制是不可以说谎 我认输了 预感中的疼痛没有如期而来 我为什么还不死 系统机械冷漠的声音响起 程序生效需要时间 大概多久 半个月左右 我没有想到首先来看我的居然是她 她和父亲离婚后 我去求过她 可是没等我开口 就砰的一声 降门关上了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 可是我还是第一眼就认出来她 她从怀里掏出个烫金请帖 放在我的面前 你 妹妹快要结婚了 她想请你过去一趟 她眼底的算计 还是跟以前一样 藏都藏不住 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 可值得她图谋的 我爸爸只有我一个女儿 哪来的妹妹 晚晚呐 这是你同母异父的妹妹 有血缘关系的 你可要讲良心呀 我抢过情帖 碎成粉碎 你当初跟着那个野男人私奔 丢下丈夫女儿的时候 怎么不讲良心 我为了奶奶的药费 去求你的时候 你怎么不讲良心 如今你倒是跑过来 告诉我什么是良心了 我的良心就是不能原谅你 这种贪慕虚荣 抛夫弃子的人 她气得指着我鼻子骂 好歹怎么说 我也是你母亲 十月怀胎好不容易将你生下来 你居然如此大逆不道 我拿起茶几上的刀塞到她手里 来呀 有本事你就弯了我这身血肉 她被吓得连连后退 沈青岩进来 碰巧看到这一幕 赶紧扶住她 她一时间看呆了 也不害怕了 拉着沈青岩的手 你就是我女婿吧 果真一表人才 沈青岩答应她 婚礼那天会带着我一同前往 沈青岩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这一刻 我仿佛知道天塌了是什么感觉 你 你明明什么都知道 她抛弃了我和父亲 让我变成了从小到大 别人口中娘 不要的坏孩子 那时 你握着我的手 在父亲的病床前 承诺会好好照顾我 绝对不让我受半点委屈 你说 你会给我一个家 我的前半生 都过得太不如意了 想让我的后半生 都平安顺遂 这些 你都忘了吗 沈青岩 你忘记你答应过 我爸什么了吗 沈青岩将公文包一丢 不耐烦地解释 再怎么说 她也是你的母亲 你这个做姐姐的 去给妹妹送个祝福怎么了 她不配作为一个母亲 我绝对不会去的 你要去自己去 下晚 你怎么总是心胸狭隘 容不下别人 我发狂 将东西砸在她身上 她额头被砸流血了 又摔门而出 婚礼那天 沈青岩威胁我去 她说 下晚 你如果不去 我就让你这辈子 都不知道你父亲在哪 我正正地望着她 眼里是望不底的悲哀 沈青岩 我好像从来都没有看懂过你 苏默默说得没错 我跟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十年的轰轰烈烈 终是抵不过多年的 青梅竹马的感情 我永远都走进不了她的心 我还是来了 也想看看所谓的妹妹 究竟怎样 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 在父亲的搀扶下 幸福地走向新郎 新郎牵过她手的那刻 哭成了泪人 我发现我突然很嫉妒她 嫉妒地要死 凭什么我的童年破碎不堪 在我在厨房打转的时候 她可以穿着公主裙 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去游乐场 如今就连幸福美满的婚姻 也唾手可得 她的人生幸福得像是场话 美得不真实 而我的就是一片废墟 了无人烟 到新娘的妈妈致辞 她拿着话筒的手微微颤抖 声线也有些不稳 她几乎哽咽地诉说着 对女儿的爱 她们一家人抱在一起 周围响起了掌声 我几乎绝望地对沈青妍说 我没有父亲 也没有母亲 就连婚礼都不会有 如今你满意了吗 沈青妍的神色暗了暗 可笑的是 我居然在里面看到愧疚 可是我从来都不需要别人的愧疚 她们一家子来敬酒的时候 她支支吾吾地半天说不出我的身份 我结过酒一饮而尽 我是她出轨前和前夫生的女儿 也祝你以后千万不要像她一样出轨 她的脸色铁青 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 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女儿 她们将她拉走 沈青妍望着红肿的脸沉默不语 这场闹剧我已经看够了 正等我准备离开的时候 新娘带着新郎叫住了我 他俩给我鞠躬道歉 对不起 我为我母亲的行为给你道歉 错的不是你们 你们不用道歉 是我父母对不起你 我真的很抱歉 我这么多年受过的委屈 不是你们一句两句道歉 就能说得明白的 新娘突然跪下 在这个大喜的日子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知道 我抢走了原本属于你的人生 我真的很愧疚 也很想弥补 请你给我个机会 我恨她父母 却不恨她 毕竟她也不能选择出生 她却攥着我的手 不肯撒开 你父母都对不起我们一家人 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们的 至于我爸 还请你们亲自去找他 赔礼道歉 我没有资格替爸爸原谅 他们也不值得被原谅 走出大门 我终于撑不住了 意识在渐渐模糊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天地都在旋转 而我只觉得脑袋嗡嗡响 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沈青岩抱着我连忙 往医院赶 夏婉 你怎么了 我告诉你 我俩之前还没完呢 你可别装死呀 见我嘴唇抖得厉害 气息微弱 她慌了 掐住我的人中 晚晚 求求你别离开我 我只有你 意识消散的那一刻 我彻底失去了生机 没撑到医院就死了 与此同时 我也听到 系统传来苏默默复活的消息 我飘在空中看着 沈青岩抱着我的尸体 横冲直撞 医生 医生在哪 快救救他 救救他 他们都摇着头 我从未想过 有洁癖的沈青岩 会跪倒在地 抱着我的尸体 哭得撕心裂肺 她抱着不让任何人 触碰我的尸体 哭着求我原谅 可是 沈青岩 太迟了 你再也不会见到我了 你开心了吗 苏默默回来后 所有人都欣喜若狂 苏父苏母 小心翼翼地呵护着 他们失而复得的珍宝 他们一家人 坐在一起吃饭 这其乐融融的场面 也让我觉得很温馨 我突然觉得 或许我的离开是对的 至少 有人是开心的 苏默默得知 他死去的这五年 沈青岩没有和我结婚 还在婚礼上逃婚 他那么的开心 迫不及待地 赶到我的葬礼 望着沈青岩 激动地扑进他的怀里 没有注意到石碑上 我的遗照笑得 是那么的灿烂 我知道自己长相家世 样样不如沈青岩 和他在一起 多是自卑 我每次瞥见 如公主般 众星捧月的苏默默 也会不禁再想 他们俩才是最般配的 可是 面对少年 炽热张扬的情意 我还是选择接受 就算他是天上的太阳 我也愿意追逐他 我穿着衣柜里认为最好的衣服 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他高兴地带着我去见苏默默 一席公主群的苏默默 画着精致的装美的不像画 他拉我得意地向周围的人炫耀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他 认为他居然放着高贵的天鹅不要 居然去喜欢一只丑小鸭 他握着我的手 有着冲破万难的信心 望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我喜欢下碗 不关乎其他 只单单因为他是下碗 那日 我笑了 他趁机拍下了这张照片 说以后会放在钱包里 挂在卧室里 放在他能看到的一切地方 可从未想过 最后镶嵌在这冰冷的石头里 默默 沈青岩低下头望着怀里的人 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是我呀 青岩哥哥 我回来了 沈青岩的脑海里 情不自禁地响起 下碗曾经说的 用他的死换回苏默默 他心里没来由地慌了 沈青岩拽着苏默默的胳膊 心红的眼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心里有什么东西转瞬即逝 快得他抓都抓不住 青岩哥哥 我听说我死后你很想我 我也很想你 默默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就是我突然就复活了 我也不知道 原来都是真的 下碗说的都是真的 他想用自己的的命 换了苏默默的 却从来都没有问过我 这么多年的相知相伴 还是没能捂热他的心 就这么抛弃我走了 他直勾勾地盯着墓碑看 然后举起石头砸上去 哪怕我求你 你也不愿意留下 下碗你真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我看着一照被砸得四分五裂 连五官都看不清了 可惜了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了 苏默默如愿地跟沈青岩在一起了 这是他从小到大的愿望 青岩 你看这件婚纱好不好看 沈青岩抬眼脑海里 不由由自主地浮现出 下碗穿婚纱的样子 可惜他那日并没有看清楚 他觉得下碗给他下鼓了 要不然他怎么会一次次地想起他来 明明是他放弃了自己 他拼命压抑住内心的情绪 点点头 苏默默依偎在他的怀里 而他的身体却抖成了筛子 婚礼那天 宾客迎门 高棚满座 他却失神地望着门外 他与下碗那次 定不像现在这么热闹 是啊 我的亲人都离我而去 朋友也没有几个 那天我穿着婚纱 望着台下寥寥无几的宾客 直到他们都走完了 我都还在等着 可是我等到所有人都走了 他们看我的眼神 充满了同情和可悲 纷纷议论 我是被人逃婚了 也不知道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让新郎如此厌恶 他们明明未知全貌 却分析得头头是道 说得我都快信了 我就是小说里被总裁 抛弃了的恶毒女配 可是按道理 我该是幸福美满的灰姑娘呀 苏默默一袭洁白婚纱 笑盈盈地挽着她胳膊走来 美得像天上的仙女 清言 在想什么呢 沈清言低下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见沈清言没有搭理自己 这些天受的委屈 忍不住爆发了 沈清言 今天是我俩大喜的日子 你居然有空想那个剑 人 这声音不小 刚好能让周围的人听得见 沈清言拽着她的胳膊 她一把甩开 撕心力竭地吼着 我苏默默 到底哪里比不上那个剑 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无视我 你怎么就这么爱她 哪怕她死了 你也放不下是吗 周围人议论纷纷 没有在场的 我成为了唯一的主角 谁说人生没有观众的 就连我死了 都还有观众在围观 燕清酒杯重重地 放在桌子上 我想着 你今天结婚本来不想说 可是我忍不住了 沈清言 你真他妈不是人 下晚对你的好瞎子 都看得出来 你个狼心狗肺 居然这么对她 苏默默挡在沈清言的面前 燕清 本来就是下晚死缠烂打 观清言什么事 明明骂沈清言的是苏默默 挡在她面前保护她的 也是她 燕清指着苏默默说 你当年的你跳海的事 把所有人都当成傻子耍 沈清言猛地抬起头 什么意思 你自己问她 苏默默对上沈清言 不寒而立的眼神 害怕地想逃避这个问题 却控制不住自己的嘴 竟然张嘴就把当年的事 说出来了 当年绑架的人是我找来的 我还跟下晚打赌十年 你都不会再爱她了 这竟然是真的 燕清拽着苏默默的胳膊 就只有这件事吗 苏默默死死地捂住嘴 却还是控制不住 当年是我用你的手机 约她去的树林 害她被苏默默说完 瘫软在地上 她知道自己的人生毁了 这件事是我最不愿意提起的 也是心上最大的一根刺 我当初接到沈清言的消息 说她有事在树林里等我 当时校园里有变态的消息 传得沸沸扬扬 好多女生都受到了骚扰 学校三令五身 不能一个人独自外出 可是我一听沈清言出事了 将所有的警告抛之脑后 谁知我刚一踏入 就被人捂住嘴巴 燕清碰巧路过 将衣衫不整的我带了出来 我跪下求她 不要告诉沈清言 不想让她愧疚为难 我当时以为她是因为父亲刚过世 而郁郁寡欢想不到竟然是 我曾经的伤疤如今被大庭广众之下揭开 心中苦涩又无奈 死了居然连最后的体面也做不到 苏父听到这话 一巴掌扇在苏默默的脸上 我竟然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女儿 苏母别过头去 气不成声 拦住暴怒的丈夫 好好的一场喜事变成了闹剧 她抓着燕清的胳膊 如今你开心了 我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警察来的时候 苏默默抱着沈清言 不肯撒手 求她进行完婚礼仪式 沈清言一把扯下胸前的礼花 砸在她身上 我这辈子只会有下晚一个妻子 再也不可能娶别人 苏默默 你好自为之吧 要是我以前听到这话 一定会感动得痛哭流涕 可如今 怎么越听越讽刺 像是在提醒我 我之前的人生 过得有多么的可笑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 沈清言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每天都鸣鼎大醉 突然沈清言 疯了一般地跑来跑去 在地上寻找着什么 我知道他是在找那枚戒指 可是他再也找不到了 他跪在地上 将家翻了个四角朝天 却连半个影子都看到 房间里也没有了 我生活的痕迹 或许他忘了 那日我本来就要打算离开的 他伸出手正正地望着我的方向 说来也奇怪 我虽然死了 灵魂却跟在了他的身边 晚晚 我知道错了 你快回来吧 可能是死了 这颗心也随着消失 过往的种种在我的脑海里 都成了不轻不重的故事 爱过恨过 但如今都成了淡然 我好像跟父亲越来越像了 妈妈走了 她坐在院子里陪我数星星 然后说 晚晚 你看 世间的一切都像这些星星 都有着自己的诡计 错过了就错过了 你依旧可以闪闪发光 那时候 我满心都是怨对 听不懂话里的深意 如今回头 父亲说的没错 我就是太过执着 那颗闪得飞快的流星 沈青言 你也放过你自己吧 他仿佛听到了 迷茫地抬头朝我的方向看过来 不 下晚 求求你不要走 我都会改的 我觉得身体轻了许多 渐渐地失去了意识 为什么 你连最后的机会都不给我 我真的知道错了 晚晚你能回来吗 可是空荡荡的房间 早就没有了回应 番外沈青言 下晚去世的第三年 我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她 每次都疼得无法呼吸 还记得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她低着头 耳朵红红地 跟只小兔子 我一逗她就笑 多有趣啊 后来 我发现我的目光 越来越离不开她了 她其实并不好看 和我也门不当户不对的 我以前幻想过 与自己携手一生的人 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像母亲那样知书达理的 亦或者像苏默默那样 才华横溢的千金小姐 其实都不是 我喜欢的是那只害羞别扭 又执着坚毅的小兔子下晚 越是了解她 我越是心疼她 失去母亲的她 总是比别人多了几分细心体贴 她会小心翼翼地看着所有人的脸色 我很不喜欢她这样 我告诉她 大胆做自己就好了 后来她的父亲去世了 这是她唯一的家人 望着她父亲恳切的眼神 我便承诺此生会照顾好她 给她一个幸福完美立家 可是 这些我都没有做到 我知道苏默默喜欢我 我以为 只要我不喜欢她就够了 我也告诉夏婉 不要去理会别人 可是我没想到苏默默死了 我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尤其她还是因为我而死的 于是我把所有的错都 坏在夏婉的头上 与其说是怪她 不如说是怨恨我自己 一看到她 我就会想到 苏默默在我眼前跳下去的场景 我无法原谅我自己 也没办法接受她的爱 她一如既往地带我 可是有些事发生了 就抹灭不了 夏婉这个人 只要你对她一分好 她便会还你十分 更何况 她的身边只有我了 这个念头 如野草般疯涨 最后占据了我的理智 后来我才知道 是我一把把把她推进了深渊 越来越远 太迟了 我去找过苏默默 我知道她死而复生 肯定有问题 而夏婉也知道 要不然她不会说 让她给苏默默陪葬 她这个一项说到做到 其实我早该知道的 苏默默说她有个系统 系统可以满足她一个愿望 她当初的愿望 就是在死后 把系统绑定在夏婉身上 我再赌 赌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到底有多么的坚不可摧 我以为会要十年 二十年 甚至是五十年 可是轻言咯咯 仅仅五年我就回来了 我其实挺替她感到悲哀的 要不是我们爱上同一个人 我或许会很欣赏她 系统 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系统 到底在什么地方 直到那次我终于撑不住了 躺在冰冷的地板上 脑海里闪过一道怪异的声音 透着阴寒 D 编号001 启动灵魂自毁装置 死亡愿望是复活下晚 复活的条件 是她将不再记得你 不记得 或许对我们都好 可是我没有办法欺骗自己的心 这么多年来 无论付出多少的代价 我就是找不到她 我希望再见她 哪怕只是远远的一眼 我坐在摇椅上 迷迷糊糊中 仿佛来了对夫妻 手里还牵着个漂亮的小姑娘 我颤颤巍巍地从摇椅上站起来 不得不扶着拐杖 那时 我已经七十四岁了 老人家 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们在山里迷了路 孩子肚子饿了 您能不能行个方便 是她 她眉眼如炬 自信大方 丝毫没有了年少时的羞怯 我浑身颤抖 紧张地说不出话 承蒙上天垂帘 老人家 还请通融下 都怪我没有做好准备 女孩甜甜地笑 爸爸 是婉儿非要来的 不怪你 我低头看到了 小女孩眉眼弯弯 跟她简直一个模字 刻出来的 她曾经说过 想生个女儿 她说 她这辈子没有享受过母爱 如果有了女儿 就可以将消失的母爱 加倍地还给孩子 给她梳小便 穿漂亮的小裙子 开开心心 每一天就好了 如今她做到了 她看起来似乎很幸福 我都快不记得 她上学那儿的样子了 我测开身 让他们进来 吃了饭喝了水 就送他们离开 她回头欲言又止 却什么也没说 老婆 怎么了 她努力地甩掉 心里复杂的情绪 总觉得这个老头 似曾相识 好像他们认识很久了 可是这么荒诞的想法 谁会信 没事 我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心里憋着一口气 突然就松了 我躺在摇椅上 闭上了眼睛 新闻上说 七十四岁的沈氏总裁 死在了给王妻建造的小院子里 走的时候 嘴角带着笑 很安详 传闻中 这位总裁 为了自己的王妻 终生不娶 孤独到老 故事二 我和宋叶结婚九年 在外人眼中 他虽然已经是帅气风光的大学教授 但是依旧对我这个家庭主妇 爱护有加 宋叶顾家 正直 又有涵养 是实打实的好男人 直到我发现这个好男人 居然背着我 包养了他的研究生 我激进疯狂地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 宋叶却只是轻飘飘地扶着眼镜框 丢下一句 男人都是这样 何况我在外 已经给足了你面子 不过找个灵魂伴侣玩玩而已 你有必要吗 后来 我果断选择离开他 宋叶却红了眼 抛下一切 只求我别离开 今天是我们九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但是宋叶被实验室绊住了脚 等我望着钟表 从晚上十一点等到凌晨三点的时候 宋叶才小心翼翼地推开了家门 这时候的他 手里还举着手机 和他的教授朋友们打着视频通话 他一边举起手机 拍着我们家门口放着的玫瑰花 小声嘀咕 我给我老婆买的 他最喜欢这个品种的 一边笑嘻嘻地 抬头看向坐在沙发上的我 声音上扬地朝着我走来 老婆 你怎么这么好 还等着我呀 然后炫耀式地 对手机对面的教授朋友们说 看到了吗 不怪我对老婆这么好 因为我老婆也这样全心全意对我 对面发出了嘖嘖嘖 你小子真有福 令夫人真幸福地感叹 宋叶轻笑着出了声 如玉的手指东找找 吸摸摸 从自己的西装口袋里 拿出来西纸包好的几个烧烤 眼神里荡漾着幸福的波光 然后递给我 嘴角上挑 声音期待 专门给你带的 我们几个聚餐 我看到有你喜欢的 专门带回来给你 难出快尝尝 看看好吃不好吃 屋子里就开了一盏灯 因此有点昏暗 我顺着颂叶金丝眼镜镜片 折射出的光 一顺不顺地盯着它 伸手接过 那早就变得又硬又冷的烧烤 没有长 我抬眼问他 烧烤才多少钱 今天既然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宋叶 你就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想送我 宋叶微微一愣 手机对面刚刚调侃的声音 也因为我这一问没了声息 他笑了 薄唇微泯 上前想要抱住我 勾勾我鼻子 柔声细语地说 男初你在说什么呀 我们老夫老妻的 何况我是大学教授 死工资就固定那么多 忽然提什么贵重礼物 我不动声色地从宋叶怀抱中抽离 已经懒得装下去 干脆把那张很有情趣的小纸片摊开 摆在宋叶面前 纸条是我给你洗衣服的时候发现的 上面的落款是姜孟然 你手下的研究生 宋叶 要我再念念 上面写了什么吗 宋叶的脸色阴沉下来 他把视频通话挂断 用笑语打趣着说 我们家要睡觉了 然后暮色沉沉地看向我 我低头 一字一句地给他念 上面写 我最爱的宋叶老公 谢谢你送我的宝格力耳环啊 四十万的爱 下次见面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你 爱你的梦然小仙女 话语落 宋叶的脸色也黑了 他慢条丝里地截起了西装扣子 脑袋微微一歪 碎发微分 跟着轻微晃动 语气淡漠而平静 这又怎么了 难出 能说明什么 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样大惊小怪了 我一口气堵在嗓子眼里 眼泪根本止不住地往上涌 能说明什么 他居然反问我 还这样的理所应当 我脑袋有点炫韵 身子因为刚刚手术过的原因 开始控制不住地往后跌去 勉强撑住沙发 我拧着眉头 声音颤抖地问他 宋叶 我们结婚九年了 不是九天 九个月 是整整九年 你扪心自问 九年里 你除了时不时在外 给我点小恩小惠 买个姑娘家喜欢的头绳 下雨的时候 把一把伞往我这边倾斜 怕我高跟鞋走累 给我多戴双平底鞋 你还给过我什么 你有送过我 价格哪怕超过三百的东西吗 宋叶拿很奇怪的眼光打量我 本就长身玉力 还穿着板正的西装 蹭得一下战气 在我这样孱弱的 硬撑着的身体前 反倒多了莫名的压迫感和气势 他说 男初 你们女人不就在乎这点细节吗 别的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我做到了 你现在又反拿过来 嫌弃我 只做这些小事 可你倒是说说 难道我做那些事情的时候 你不开心吗 人人都夸你有福气 夸你有我这样的好丈夫 我真的不知道 现在你反倒不满足 追求起势力来了 我势力 我陪着他 从年少无闻 走到现在的享有圣誉 从没往他索取过什么 他难道真的不知道 我在乎的 追求的 到底是什么吗 四十万的耳环 他说买就买 我为了帮他省那点花销 一块八一斤的西瓜 都要抠抠搜搜 和人家搞半天价 他送人家耳环 项链 爱马仕的包包 我在拼细细上 买着九块九的不翻包 假耳钉和戒指 但其实他哪怕 什么也不送呢 只要我没有发现 他包养研究生 我依旧会感觉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有最爱我的男人 可问题是他背叛了我 甚至坦荡地 为人家一掷千金 这无异于再拿价格标榜爱 无异于宋夜再拿行动告诉我 行了难出 你就是个我随便轰轰 都能对我死心塌地的蠢货 甚至都不用我专门付出什么 想着自己和宋夜不对等的爱 我的心脏真的痛到喘不过气 一手压在快要窒息的胸口 我红着眼眶问他 宋夜不是视力不视力的问题 是已至此 你说你爱我吗 你现在真的让我觉得好恶心 宋夜很不耐烦地叹口气 上前似乎想扶一下浑身颤抖的我 被我躲开 他脸上闪过 无法理解和明显的愤怒 不直面我的问题 反而说着 难出 也许真的是我太过纵容你 才让你肆无忌惮 可我不就是找了个和自己 才华相当的灵魂伴侣而已 在外哪一次不是给足了你面子 你居然因为这个 就这样和我无理取闹 算了 懒得和你计较 我今晚出门 你别再闹了 省得动了我们孩子的胎气 说着 宋夜好像是在为孩子忍耐一样 迅速瞥了眼我的小腹 而后头也不回 猛地把门关上 大步走了出去 屋子里静得只有钟表的滴答声 好半天 我才反映过来宋夜的意思 把手无力地放在自己的腹部 笑了 孩子 哪里有什么孩子 在发现宋夜出轨的那一刻 我已经因为过度的悲痛 意外滑胎了 而且可笑的是 滑胎做手术时 我仍稀记着 那张纸条是恶作剧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打电话给宋夜 只要她接住 向我澄清 快点赶来送我去医院 说不定我们的孩子 还有可能保住 但接电话的是江孟然 那个声音焦滴滴的女研究生 她有些得意地回了句 宋夜在忙着和我坐床上运动哟 然后挂断 我记得那个时刻是九点零五分 九点二十六 邻居把我送进医院 九点四十五 我确定我没有机会 再做腹中孩子的母亲 那是何等的撕心裂肺 我浑身冰冷 痛到哭也哭不出来 一个人孤零零地 从手术床上下来 一个人搀扶着墙壁 一瘸一拐地走出医院 打车回家 然后就是坐在寂静的房间里 眼睛几乎眨都不眨地 等着宋夜回来 她一如既往地 假装着多么爱我 哪怕我已经面色苍白 浑身站立不止 她也没有发现 我的一丝异常 所以是不爱的吧 我躺在了床上 四肢麻木地伸开 眼睛空洞地望着天花板 脑海里控制不住地 覆盘着点点滴滴 想得越多 就越发确定 是的 宋夜不爱我 一点都不爱 她从始至终 都把我真心实意 表现出的幸福 当作点缀 她顾家形象的辅助 她说我没有内涵 说我没有那个 女研究生懂她 没有女研究生细腻 可她怎么忘了 最开始的时候 我上大学兼职 给她交学费 她明明夸我是世界上 心灵最美的女孩 我陪她挤在出租屋里 帮她筛选 一所一所学校面试的时候 她握着我的手 说我才懂 她的抱负和理想 她叫我放心 她一定会出人头地 是那 她是出人头地了 踩着我出人头地的 我难出为她付出的 牺牲的一切 到头来都只是一场笑话 左思右想 我咽不下这口气 觉得这段爱真脏 真叫我痛苦 于是心里忽然只有一个念想 要离开 不要和她号着了 我木然地打开手机 发送你回来 我们离婚吧 那消息后 就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等着宋夜 给我个回应 天亮了又黑 黑了又亮 我浑身虚弱地躺在床上 在宋夜 没有回复的每一秒里 煎熬地度过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手机 终于有了一个来电 我看了一眼 缓缓从床上 麻然地坐起 动手揉揉自己 干涩生疼的眼眶 声音沙哑地问 喂 对面却回道 你好 是宋夜先生的妻子吗 我们是汽车站的工作人员 也不知道为什么 疼痛到麻木的心 一下子就揪了起来 似乎预感告诉我 大事不妙 紧接着 我就听到对面通知我 宋夜先生被车撞了一下 好像意外失忆了 但是他记得你 记得他最爱你 我们看他手机上 给您的昵称 是宝贝老婆 所以给您打个电话 您能到这边 来领一下人吗 宋夜 被车撞了 我的心在听到 这个关键词的时候 立刻焦躁不安地跳动起来 毕竟九年里 我的感情真心实意 说是立刻放下 倒也不太现实 捂着缝合处 还没长好的伤口 我咬牙忍痛 冒着冷汗一路赶过去 等到真的焦急下了车 远远看见 宋夜笑着对我招手 很自豪地扭头和人说 我老婆来接我了 我老婆真好 一个冰冷的事实 却横跟在我的脑海 是的 比起他受伤 更重要的是 宋夜失忆了 他失忆了 是否意味着 他不记得自己 背叛过我的事情 是否意味着 他正处于一个 心里只装着我 只爱我的阶段 按也按不住的荒唐想法 不断从我心里往外冒 我越是靠近宋夜 看他那副对我笑的模样 心里荒唐地想 原谅他 和他重新来过的想法 就越是强烈 终于 完全走到了宋夜的身边 宋夜一米八五的个子 立刻自然而然地 依靠在我身上 他应该是腿部被撞到的 比较严重 我看见他膝盖处 灰扑扑一片 膝盖都隐约擦破流血 下意识地蹲下身去 心疼地查看 我一边在心里 唾骂自己的懦弱放不下 一边开口问着 疼得厉害吗 我现在带你去医院 宋夜轻柔地笑 摇摇头 修长的臂弯向下一捞 把我圈在了胸膛处 接着他低头一瞥 立刻注意到我因为着急奔跑 散乱地携带 而后便不顾自己的伤痛 宋夜忍痛蹲下身来 要帮我系携带 边动作还边说着 男初老婆多大的人了 怎么还是因为我的一点小事 就慌慌张张呢 真是的 你怎么就有本事 时时刻刻牵挂我的心呢 站在一旁的工作人员 都流露出羡慕的目光 拿手当着嘴巴都掩饰不住激动 我听见他们说 哇塞 这老公也太好了 我刚刚还知道 人家是大学教授 这年头 又才又忠贞成这样的 简直是万里挑一的 也难挑出来的呀 谁说不是呢 关键这大学教授长得还蛮帅 这么一看他老婆 感觉脸不洗衣服 不换的 好像有点邋遢的 配不上人家呢 哎 这种女人也真是命好 你说 咱有机会遇到这种男神不 叽叽喳喳 我的心也跟着上上下下 低头看见宋夜的脑勺 映入我眼帘的时候 偏我的心又极度不配合我理性思考 猛烈地不断跳动 宋夜 我开口 极力按捺下所有荒唐想法 想着不如把他背叛我的事情讲清 我们沉归沉 路归路 该分开还是分开 别再纠缠 结果事故的车主 踩着皮鞋 搭搭地朝着我们这边跑了过来 车主看着有六七十岁 带着一副银色边框的眼睛 满身的书卷器 而他一开口 也果真表面了自己享誉国际的知名学者的身份 你好 宋先生 真的很抱歉 刚刚不小心撞了你 我这次本来是暗访贵校的 阴差阳错误伤了你 本来我想着赔你一些医药费就好 但是看到你这样爱护你的妻子 我决定了 在上报过程中将例外建局你 没有别的原因 我中某一直相信 爱护妻子的人一定是个 品性经得起考验的人 宋先生 你对你妻子的爱感动了我 这个建局将会让你获得更高的支撑 我认为您是应得的 宋夜听到这里 立刻谦虚地握住学者的手 连连硬鹤 哪有哪有 要说爱妻的典范 那中文老先生 您才是小辈的榜样啊 中文 当学者的名字一闯进我的耳朵 我原本摇晃不定的心 又开始冷了下来 没记错的话 前一段时间 宋夜早早通过人脉关系 打听到中文即将暗访的消息 他背地里根据老先生的喜好 做了不少的调查 其中有一条就是 老先生和妻子闹一辈子 但是妻子因病先一步离他而去了 妻子离去后 他开始后悔自己 为什么在妻子活的时候 没有好好爱护妻子 此后老先生最为敬重的 最为推崇的学术人才 首要的第一点就是爱护妻子 那时候我还听见宋夜半开玩笑 半当真的说 这老头子到头来还变成个痴情种 你说要是给我个机会出现在他面前 他会不会因为我这么痴情 帮着我步步高升呢 心里怀疑渐起 我扭头细细打亮宋夜的脑袋 发现他肩膀以上光鲜亮丽 连颗尘土都没蹭到 还谈什么撞到脑袋 谈什么失忆 巨大的侮辱感 欺骗感瞬间涌上心头 宋夜的手机又在此时来电 那个标注梦然小仙女的称号很显眼 可宋夜只是若无其事地看了一样 就挂断了 这一举动 彻底让我确定 宋夜他压根没失忆 他记得姜孟然 记得我们之间的争吵 也记得我们之间的背叛 可是为了向上爬 他居然恬不知耻地利用我 又在别人面前 营销了一番忠贞的爱气人设 怒从中来 我恶心地甩开 宋夜搂在我肩上的胳膊 对他声嘶力竭地怒吼 你滚开 别碰我 宋夜一愣 还在装 柔声问我 老婆 怎么了 中文老先生 也跟着狐疑地看向我 看着宋夜仍旧装着的 身情款款的模样 我气得抬起来的手指都在发抖 指着他 极其气愤地指控 宋夜 你别装了 你压根没失忆 你还记得你背叛我 包养研究生的事情是吧 现在在这里 利用我 装什么装 你为了往上爬 也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中文老先生听完 脸色一黑 喃喃着 夫人好像和宋夜教授 有点矛盾啊 那中文就不打扰了 赔款稍后打到 宋夜眼睁睁看着中文老先生坐上车 意齐绝尘地离开 显而易见地青筋暴露 咬牙切齿 他似乎一时忘了伪装 上前死死地抓住我手腕 怒目远征地质问 难出 你到底抽什么风 我不凭更高的职称 拿什么养你 去哪儿挣钱给你花 我吞咽口水 想挣扎手腕上 这块把我腕骨捏碎的力道 挣扎不开 只能冷哼返潮 哼 给我花 就挣那么点死工资的教授 会舍得吗 难道不是挣很多很多钱 转身去给你的孟然小仙女消费 宋夜被激怒了 我第一次见他 冲着我抬起手来 面目猙獰 眼看巴掌要打到我脸上 他似乎想起了工作人员的存在 于是巴掌变成很无奈的 扶他额头的动作 他那帅气的脸 冲着那些工作人员里的姑娘笑 语气还有点无奈 我老婆哪儿都好 就是精神病还会时不时爆发 但没关系 多少钱我也要给他治 几个工作人员没一会儿信得服服帖帖 我恶心地反胃响吐 宋夜拽着我 压低声音在我耳边威胁 要闹回去闹 别在外面丢人现眼 拖住我的衣领 似乎就要强硬把我拉走 但是好大一阵风刮过 我本来身上的伤口就没愈合 这这急急地跑来找宋夜 缝合的地方甚至有些崩裂 加之这么久 一直麻木地躺在床上 没吃饭 也没力气 浑身哪儿都虚弱地像张纸 这就导致风吹来的时候 我的灵魂和身体 承受着似乎将要剥离的痛苦 腹部那边温热地暖流一出 脚下却抹得找不到站立的方向 头皮好像有无数细针密密麻麻地在扎 浑身的冷汗止不住地要往外冒 终于 我两眼一黑 喘着粗气 再支撑不住 晕了过去 晕倒前 是宋夜慌张错乱的脸 和那句恨得牙痒痒的低语 她在说 南初 你又在搞什么幺蛾子 非要我发火你才满意是吗 我记得婚死前听到的 是宋夜说要对我发火 等我睁眼醒来 似乎也的确这样了 点滴还打着 桌上满满的一碗小米粥放着 但是宋夜 她一手插在西装裤里 一手用力地捏着报告单 发出刺了作响的声音 见我醒来 宋夜立刻坐到床边 眼神发毛地盯着我 一字一句地问 我们的孩子呢 你背着我 把孩子打了 我淡淡看着她 明明心都已经千疮百孔 按理说不会疼到随便流泪了 但是她一说 我们的孩子 我眼泪还是像绝堤一样 顺着眼角 就不断滴落到枕巾上 宋夜 你到底怎么有脸提到孩子的 那个我们盼了九年 调养身体 喝药 打针 终于即将迎来的生命 全是因为你才没有机会降临在这个世界的呀 张不了嘴 宋夜愤怒地把报告单撕扯成了碎片 她伸手指我 低吼着 男初 你真是好样的 我宋夜这么好的男人 当初到底怎么瞎了眼 就娶了你这样一个女人 听到这话 我拼尽全力地扯起了一抹嘲讽的笑 眼眶对着泪 艰难地挤出三个字 离婚吧 时间短暂地寂静那么几秒 宋夜像看傻子一样 看我 好半天 才又反问我 男初 我有时候 是真觉得 就凭你这个智商 出门都能让人坑 你说你 才华和智商 为什么都和江梦然差那么多呢 你没他年轻 没他貌美 没他有活力就算了 怎么就连这么简单的问题 到现在也算不清 我已经不想追究 我不年轻 不貌美 没有活力 究竟是付出给谁 为谁牺牲 我只想等他一句点头 于是静静不说话 等着他发言 却看宋夜风轻云淡地拍拍西装 昂起脑袋 说着 男初 你什么也不会 你不会讲话 也不会处事 连我和江梦然讨论的波尔兹曼常亮 你也听不懂 你离开我 到底指望怎么活下去 你会挣不到钱 你没有地方住 你一无所有 在外流浪 到最后 你还是得可怜兮兮的 爬回到我身边来 求我养你 这种事情 既然知道 你必然会回来求我 那你就别蠢到想离婚 然后离开 不如就继续乖乖扮演好你闲内住的角色 男初 放心 我会和以前一样对你好 至于梦然 你眼不见为净 别注意它的存在就是 我听啊听 听到了宋叶这番高高在上的发言 听懂了自己原来在他心里 一直是那样的不堪 苦笑着坐起身来 我转身默默把离婚协议打印出来 一言不发地递到宋叶面前 把笔塞在他手里 意思是 快签 宋叶志在必得地看着我 无奈摇摇头 说着 难出 是你非要吃苦头的 我等你回来求我的那一天 只是那个时候 被妻子背叛的忠贞大学教授 还会愿意低头接受他的妻子吗 我也不知道 龙飞凤舞的笔记落定 宋叶挑眉看我 冷情地说道 对了 既然我们已经离婚 这个房子在我名下 不属于你 难出 你没资格和我住在一个屋檐下 我也没义务帮着你把伤痛治好 现在请你带着你的行李 滚出我家 宋叶扑通一声 把我的行李箱扔在我面前 眉目之间 全是戏谑 他似乎料定 我会因为无处可去 而低声下气地求他 可我现在 就算是死在外边 也绝对不愿意 和他生死不如地捆绑在一起 于是颤颤巍巍地下床 翻箱倒柜地收拾我东西 哪怕受着伤 行动比较慢 还是没一会儿就收拾完了 因为在这个家 属于我的东西并不多 我提着自己连一个箱子都装不满的衣服 嘴角止不住地往下弯 你看哪 难出 这些就是九年里 你真正拥有的东西 洗得吊骰的黑色针织衫 早就过时的牛仔裤 还有运斗都难以烫平的羊绒大衣 抬头 哦 还有倚着墙壁 豪以整霞地 等着看我求他的颂业 过去我省下的 为颂业花出去的每一分钱 现在都变成了颂业拥有的东西 使他反拿过来 嘲笑我一无所有的利剑 极为嘲讽地扯扯嘴角 我虚弱地拉着我行李箱 开始往门外走去 颂业好笑地摇摇脑袋 有点引斗式地问我 真的走了 你果然是小孩心性 很快大家会笑话你 怎么不懂得包容和体谅 我这个优秀的大学教授 你的丈夫 我没多看他 提醒他 我们离婚了 而后就费力地 带着伤口撕裂的痛 艰难地往外走 我走 颂业不会看我受伤 就上前搭把手 也不会看我虚弱 就挽留我多住几天 我只能一个人身无分文 跌跌撞撞地走在路上 然后在伤口崩裂到 快要昏死过去的时候 悲哀又无助地 随便坐在路牙子上缓缓 天空突然下起了雨 我的脑袋变得滚烫 身体刺激得一阵一阵疼 几乎没有意识地 把头倒在行李箱的手拉杆上 我想 也许就这样废了 也许我今天就能彻底 和世界说再见了 路旁的车来来往往 巨大的水花和泥点子 毫不留情地 往我身上溅过来 我的心情早就不重要 只是忽然 有一辆宾利 在路过我时放慢了速度 到达我面前后 又干脆停到了一边 我一开始因为疼痛 没有注意 可是宾利的主人趴地 把车门关上 踩着高跟鞋 很急促地向我走来 走到我身边 我感觉自己肩膀 被轻轻拍了拍 抬头 看见的是张打扮得漂漂亮亮 充满精神气的漂亮面孔 她诧异地问我 师姐 你怎么混成这个狗样了 这样狼狈地坐在路边 是在干什么 我眩运地瞇着眼睛 认出来了 哦 原来现在在我面前站着的 是我那已经成为 业内大拿的文物修复师 当初远不如我的师妹 夏至 从前她就爱和我作对 我俩一起在学校学习 文物修复专业的时候 但凡我被老师指着鼻子大骂的时候 都是她幸灾乐祸 哈哈大笑的时刻 现在看到我这个落魄痒 不知道她心里会有多爽呢 可我 可我真的撑不住了 手指从行李箱的拉杆上滑落 我几近失去意识地向后仰去 就在这时 夏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闪到我身后 好奇怪 怎么我昏死前听到的 不是夏至对我无情地嘲笑 或者是欢快地大笑 我感觉她一边费劲地把我扛在肩上 一边恨铁不成钢地讲着 蠢或师姐 这下苦头可算是吃尽了吧 我醒来时 夏至正贴心地给我拿毛巾擦脸 见我醒来 又端起热腾腾的营养粥 自然而然地要喂我 我支支吾吾道 谢谢 夏至切了一声 撇撇嘴巴看我 手里喂我的活没停下 嘴上倒也不闲着 师姐 我就说你当初别和那个老爱装的男的结婚 别为了那啥 逼抛弃你的前途 你非不听 非不听 呵呵 现在好了哈 被伤成这幅落魄的样子 你倒是满意了哈 我明明嘴巴 看着自己被重新包扎好的伤口 还有打着的点滴 心里没因为夏至的话受到什么刺激 反而有种隐隐被温暖的感觉 但是低垂下眼眸 思绪倒也跟着夏至的话 反驳回从前 是呢 我男初才不是颂叶嘴里说的那样 一无是处 我不是肚子空空的东西 我不是什么也不会 像当初 我和夏至都是文物修复界 太斗李玉珍老师手下的学生 老师整天夸我 是多么的有天赋 他说 男初啊 你是最耐得住性子的人 处理文物修复的时候 也足够细心 记忆把握精准 老师真的很期盼看到 你将来走的 会是怎样一条鲜花铺满的光明大道 可惜老师没看到 因为我在遇到颂叶以后 荒唐地想永远沉溺在他爱里 想永远依附在他制造的 我被爱的假象中 为此 我果断又决绝地放弃了自己的手艺 陪他走南闯北 挤出租屋 面试 承受他的忧伤烦恼 快乐他的快乐 然后顺其自然地 成了颂叶口里 只该窝在家里 操持内外的黄脸婆 落得了这样一个下场 卫师姐 话说 那个死男人到底干什么了 到底怎么把你伤成这样的 他不是装爱妻的帅气教授 很有一套吗 怎么 他的那些垃圾是 网上能查到吗 夏至忽然八卦地询问 把我思绪拉出来 我抬眼看他 他却已经饶有吃瓜兴趣 静止把平板塞到我手里 要我查送叶的黑料给他看 我有点被逗乐了 属实没想到 我俩有一天能这样相处 毕竟当初我放弃文物修复 就是夏至在我寝室发疯 又薅我头发 又砸我珍藏的百件 邻里领居都来看笑话 他还趾高气昂地撂下狠话 蠢货难出 别再让我看见你 以后要是我混成了 文物修复界的大拿 我高低跑你面前去打你脸 你个没脑子的 就给我等着吧 想到这里 我一边动手 给他查着宋叶和江孟然 采访的视频 一边调侃地问道 夏至不是说要打我脸吗 怎么我昏过去又醒来了 到现在都没等到呢 夏至略傲娇地插起胳膊 很无语地看我一眼 师姐 你好幼稚 我 我不过是看你当初做的决定好蠢 为你可惜 想特意激怒你 毕竟你想 连我这个天赋远不如你的人 都能混到如今的地步 要是你这个老师口里 有天赋的咬牙走下去 那会达到什么样的成就 我沉默不语 心里酸涩 点开搜索到的视频 把话题引回宋叶身上 视频里的宋叶 句句不离他那聪慧可爱的研究生 说他有才华 和自己志同道合 两人算是灵魂伴侣 就连顶级期刊 Nature上 都能查到宋叶辅助江孟然发表的期刊 还有评优评奖的名额 我记得那个江孟然压根不懂那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但是宋叶帮忙暗中走关系 还是让他顺利地涌夺了第一 当然 除了这些 宋叶帮着江孟然引荐导师 评关系霸占offer 蛛丝马迹都能找得到 夏至趴的一下 一掌拍向了床边 怒骂道 我靠 那他都这样了 还有脸每次在采访以后 死不要脸地补充一句 哎呀 我惧内 希望大家多多关照我的研究生 但是不要随便卵磕 惹我家老婆生气啊 我跟着无奈地轻哼了一声 一时倒也说不出更多的话 反倒是夏至 他把手按在我肩膀 打趣道 某人啊 叫你当初把自己文物修复得 这扇门关得死死的 诶 你说你师妹现在牛得很 手里的项目那是一个接一个 要是你还会那些东西就好了 我想怎么着也是吃穿不愁 可惜 没等夏至说完 我激动地回应 我去 我 我可以重新学习 我能干好 夏至得逞的挑挑眉 我笑了 也挑眉 轻声道 毕竟 门的作用就是这样 关了再开 不是吗 于是蹭在夏至家里 我养好了伤 又在夏至的引路下 跟着他东奔西走的去参加 文物修复的项目 因为以前的手艺和知识 没全忘掉 加上我的确有天赋 短时间内 我几乎已经可以做到事无巨细 独当一面 夏至见我进步飞快 又高兴 又忍不住调侃我 哎 真是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我失笑地冲着夏至脑袋上一敲 你个贫嘴的 咋不继续叫我师姐了 夏至故作疼痛的嘶哑咧嘴 次来一声 把车停在了C大的停车位上 对我招招手 得了徒弟 今天咱来C大学习交流 你可还是先好好担心一下 自己会不会遇到你那讨吃鬼前夫吧 我的笑容 在夏至说完话 以后就凝固 不是夏至你个乌鸦嘴 说谁谁到 今天负责接待我们的大学教授里 各个西装革履 光鲜亮丽 而我 一眼就看见了那个站在院长身后的宋叶 宋叶也看见我 他面色闪过一丝惊讶 我看见他拳头攥得紧紧的 眼睛里是数不尽的深沉 诶 宋教授 这位不是你老婆吗 忽然有人认出了我 笑嘻嘻地指我看向宋叶 紧接着就有人接话 看来我们宋教授 平日里还是谦虚了 说什么自己家老婆 只会默默守在家里 帮他打点一切呢 这不 还是这么厉害的文物修复师呢 宋叶脸上扯过尴尬的笑容 不等他开口 他身边的教授继续吹捧 宋教授和南小姐的爱情 真的好让人羡慕 哎 南初小姐 宋教授早上还给我们炫耀来着 说他那条领带是你专门给挑的 专门给戴上的 哎哟我说那教授突然就靠近我 拿手挡着小声道 南小姐 你和宋教授老夫老妻的 现在还那么亲密啊 看那脖子上的吻痕 嘖嘖嘖 是藏也藏不住啊 这声音不大 刚好所有人能听见 于是负责接待我们的领导 很自以为是的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地打去 以为吹捧我和宋教授之间多甜蜜 我就能多娇羞 多高兴 我冷哼一声 目光扫向强颜欢笑的宋燕 问了 宋燕 你还没和大家说 我们早就离婚了 我的一句话 好向惊雷砸地皮 砸得所有人鸦雀无声 夏至更是很不屑地看着宋燕 对他 宋教授还真是脸大 南初小姐明明和我在一起 到底什么时候练了分身术 去给你挑领带 还和你那么亲热呀 宋燕的脸变成了猪肝色 夏至不罢休 惊讶地捂住嘴巴惊呼 哦 我知道了 是你的梦然小仙女干的吧 毕竟只有仙女才能飞过重重障碍 去拥抱如此忠贞不渝又纯洁的你 对了 夏至还想说话 宋燕咬牙切齿地上前 脸上的笑都绷不住 扯过我就走 还说着 抱歉各位 我老婆最近工作连轴转 总爱胡言乱语 我先带她到一边去闻闻 一会儿再来找各位呀 宋燕力道很大 我被拽得轻而易举 夏至想立刻跟上 我眼神示意稍等 毕竟 我们之间是该再好好谈谈了 南初 你长能耐了 以为装模作样地变成文物修复师 就可以凌驾在我之上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她 顺口就把她以前常说的那句话 拿来回答她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宋燕气的深呼吸 一手撑在墙上 压倒性的身高优势 以一种绝对性姿态 把我禁锢在她的面前 她拿深情的桃花眼 寒情默默地看着我 手指不自觉地想摸我脸颊 连带着 声音都低沉地颤人心弦 她说 南初 我错了 你离开这么久 我想 都这么多天了 我家南初 怎么还不回来看看我 南初 别生气了 别在外面 闹了好不好 我知道你在外面过得 肯定不好 可我等不到你低头 和我扶个软 这次我先退一步 你就回我身边吧 好吗 宋燕喉结微滚 眼眶泛红 她动情地似乎轻身 想要亲吻我 我恶心地一把拿手推开 警告她 宋燕 离婚了就是离婚了 你和我毫不相干 我在外面过得怎么样 不劳你操心 你和你的研究生 也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听到这里 宋燕嘴角有一丝莫名的笑意 她使劲挤着眼泪 开始打感情牌 南初 我知道你还在因为 梦然的事情计较 我是和你讲不通 但你只要明白 你和她的意义不一样就好 可以吗 而且说真的 你能放下我们在一起的九年吗 你能放下我吗 你难道一点也不留恋 我们之间点点滴滴 说着 宋燕还表真心一样 从口袋里拿出那个装着 我照片的牛皮钱包 照片都多少年以前了 被她天天拿出来给人炫耀 不爱护到已经卷边 我不耐烦地把那钱包打到地上 别和我讲这些 钱包里的就照片掉落 下面崭新的 将梦然和她抱在一起的照片 明亮地刺眼 这下宋燕也不说话了 她手足无措地看着我 我笑了 直指照片 哦 这就是你说的你错了 这就是你说的 留恋我们的 点点滴滴 宋燕猛地摇头 上前双臂要紧紧圈住我 想把我抱紧骨子里 还说 南初不是这样的 我爱的人是你 其实你是不是因为我们之间没有孩子才伤心的 我们可以再要一个 对了 从前你不视力 但是如果你这次你真的想要什么的话 我可以给你花钱 只要你能回到我身边 宋燕把手附在我腰间 冰凉的唇贴在我的脖子上 我拼命挣扎反抗 她却轻轻松松地就要把我架起来 顺势将我的衣服堆卷起来 我摆脱不了 难过的眼泪直流 依旧阻止不了宋燕 是夏至带着浩浩荡荡的人群闯了进来 二话不说 夏至操起自己八厘米高的高跟鞋 对准宋燕宽厚的肩膀就猛砸过去 苟出星号 还玩上这套了你 你不是说自己是个拿死工资的大学教授吗 搞毛线的霸道总裁呀 宋燕被砸猛了 吃痛地转过身来 想发火 看见脸色千奇百怪 精彩各异的教授朋友们 又生生压了回去 她笑啊笑 组织着拿什么样的措辞 来维护一下自己的形象 院长率先开口 宋燕 学校需要和你好好的深度交谈一次 C大公公静静地换人接待了我们 又送走了我们 没多久 就义正言辞地发出了辞调送业的通告 那段时间 网上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 神通广大的网友 化身福尔摩斯 蛛丝马迹里里外外扒得干干净净 真的好恶心 就她还有脸装深情呢 我都不敢想象她老婆有多惨 我去逆天发言 还梦然是我的灵魂伴侣 但是大家不要让我老婆吃醋哦 做事要有分寸 我低老天爷 当初我是脑袋被驴踢了 还是被她帅气的五官勾引走了三官 那时候只觉得她爱气 一样 话说 大学教授真就那么喜欢学术打击吗 你们看那个江梦然发的照片 不是 她看起来才二十岁 怎么发的那些床照 夏至看着闹翻天的网络 拍手拍的那个响 声称大快人心 我拍拍她肩膀 叫她还是先快点专心下来 完成她手里三足顶的修复工作吧 夏至呕了一声 转身开车去了她的专属办公区 我坐回原位 正打算心无旁骛地去修补最近接的私支画卷 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因为最近找我的都是工作 我看也没看 顺手接起 结果对面传来焦滴滴的 又很不甘心的声音 难出事吧 我是江梦然 宋叶手底下的研究生 我告诉你 我忍你很久了 你不要以为你缠着宋叶 宋叶就永远忘不了你 现在她的事业 我的前途 都被你这个祸害 搅得一团糟 可你别得意 别想笑话我 我江梦然很快会再站起来 你别想着小瞧我 我愣了愣 意识到对面不过二十岁多一点的小姑娘 想说点什么 一时没想到 就回复 随你 江梦然好像被气到了 呜呜地哭着 一句比一句难听的话骂我 然后哭着哭着 藏不住话 说起什么宋叶抛弃她了 都是因为我这个狐狸 心好 说宋叶当初明明说她聪明脱俗 有内涵 现在每天锁在房间 都不愿意见她一面 她才不要把青春 耗在这么个人身上 她说凭她的美貌和才华 李教授王教授 多的人是人愿意帮助她 电话那边喋喋不休 我听得心累 好好好的应成 可实在不想听这姑娘 给自己未来继续走学术 打几路线的规划了 我总觉得她会不停地 栽倒在她选的路上 但我说了 有什么用呢 她想走哪条路 就走哪条 于是静止挂断电话 操作拉黑 彻底地清静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的手机又打来一个陌生电话 但自从上次接过江梦然的电话 我早就秉持 拒绝一切陌生来电的原则 想也没想挂断 生活继续清静 直到夏至某天回来和我讲 宋夜因为车祸意外身亡了 听说是被辞退 除了读书 什么也不会 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老婆 借酒消愁 夜不归宿 然后被撞死的 我点点头 恍然意识到 哦 那个电话 像是宋夜她妈妈的 她想和我讲什么呢 是讲宋夜在死前多想见我 还是讲宋夜有什么需要我实现的愿望 是想好好骂我一通 还是想叫我帮助她料理后事 我不知道 其实也不重要 前尘往事已经翻篇 现在的我最喜欢每天静坐在桌前 潜心我的文物修复 跨越时空去和历史来个接触 我早就不是向外所求被爱的人 我爱生活 爱自己 爱现在 爱生命里好的一切坏的一切 我想就这样精神内守 甜淡虚无地过一辈子 也挺好 好 Don't 别 我 怎么 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